换作孙悟空,他也会为我们这样做 我又要去为悟空卖命 什么?你也要去? 如果他真的迷失在破碎的记忆里 还有谁比曾经经历一切的我更有把握? 何况凭你对西游传说的那丁点了解 我看选 什么? 你的评价很苛刻,但是中肯 好吧,走起 悟空,你干了什么? 这是孙悟空做的 他们干嘛不用交代法宝呢 好了,怎么该走了 你想说什么啊,小家伙 小子走了,我们得 看来 那好了,你准备好当美猴王了吗 什么? 因为孙悟成为 哎呀,你有没有仔细读过西游记 来吧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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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猴王 俺能口吐人言 服气不服气 几张小子 以后请你看书认真一点 六二蜜猴 没事吧 兄弟 兄弟 供应还朝 侯王陛下 别这样子 吃点果子晒会儿太阳 我努力修炼就为这个 难道不是为了成为最强之人 当然不是 好吧 太绝对了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不用再担心任何事情和任何人 我们可以过一段清闲的日子 吃吃果子 开心快乐 随心所欲的生活 听着不错吧 嗯 嗯 嗯 好了 去你的桃子去吧 你不尝尝吗 为什么他还要变得更强 他明明已经强大到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了 悟空从不这么想 他总觉得要变得更加强大 活得更穷 哟 熊辈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什么意思 行了 你这戏也没有点过头了 不 不 我没事 不过就是被困在五星山下而已 但是六尔弥猴并没有空着手来看我 他还给我带了一个桃子当礼物 鸟急了 我是想帮你 但是 哦 是啊 之前你的确都会跑过来救我 好了 够了 能见到你我甚是欣慰 一如既往说走就走吧 不 那是你 你才是那个说走就走的 不是追寻力量 就是追求什么长生之法 你才是那个不懂收敛不知进退的 什么起天大圣 不过是只会托人下水的泼猴 大伙 别再找借口了 你是为了你自己 你已经着了魔 不是我 悟空他真的是坏蛋吗 我曾这么想过 青毛师也这么引导你 但他遇到了你 好吧 别这样 伙计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快点告诉我 这是青毛师的理想之城 眼前的这片废图就是他理想的代价 他将四周的永久 他试着要想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成为大英雄 我不能 我只是想越变越强 强大到 能保护身边的人 可我却分了心 忘了自己的初衷 我知道我曾经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 但 在这儿一边又一边地重弯这些记忆的时候 但 这是外语 但是 你说的对 我们 孙悟空 我还需要你 记得再紧一点 要不然 不麻你了 哎呀 就是帮你再检查一下 真好 王复仇 他一定会像猎狗一样紧盯着悟空 你当心到时候可能甩不掉他 没有 众所周知 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师 啊 这家伙 但是 我的计划都 糟糕痛了 谢谢小焦 我 小天 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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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老实话 大鹏 我早就看你不爽了 有完没完 我知道我们都是一拥而上 大鹏 这种胆子最小的 哼 好了 该去和其他人会合了 早就想到了 监貸 乐 谢谢你的邀请 是我 该感谢您伤联 居然不是我邀请你来的 你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对吧 对 我知道 不过 这种事明天再去想吧 管他什么阴谋诡计 我们都能一举击破 如果我来说这些车又可以 我听说不开 你等着这些车又不会吃 我说那些车又不会吃 我算是确定你 我们是确定我 我的话 我只能喝 我 走 我只能喝 我 走 就是 点心 所以 然后 心 也 因为我多吃 我只是砍 自己的原因 而我吃 我 我只能喝 你尽快 他的原因 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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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ze 李宗盛